早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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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马思思 吵完架之后 她走了 你一个人 留在工厂里干什么 我 我什么都没干 我们刚吵完架 我还生她气 所以不想跟她一起走 你一个人在工厂里 留了多少时间 只待了一会儿 因为那个时候天已经黑了 工厂里面黑漆漆的 我渐渐听不到 马思思的脚步声 周围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很害怕 就立刻追出去了 追出去的时候 看见马思思了吗 没有 工厂和大马路的距离很长 你跟我说 你在工厂里没有在多久 你追出去的时候 怎么能没看见马思思呢 我也觉得很奇怪 但因为那个地方 天黑了之后阴森森的 特别神人 我以为马思思已经走了 我也没多想 就赶紧跑到马路上去了 你是跑着走的 然后还没看见马思思 没有 鲁尾地上的脚印 我们根据马思思的脚印分布地点 排除了一切无用的脚印 只剩下了这两组 这一组是在工厂的东北方向 距离工厂一百米 目前可以断定 是马思思跟钱小帅 在拍照的时候留下的鞋印 第二组是在厂房西背脚方向 距离厂房三十米 目前可以推断出 是鲁尹人跟马思思的脚印 根据鲁印的痕迹 还有周边环境 以及死者的鲁印做对比 可以看出是同一时间留下的鲁印 因为鲁印有相互重叠和覆盖的部分 这也就说明 绝不可能先后到达了现场 否则脚印就不会相互覆盖 没错 我就是这个意思 小韵的鞋码是四十二码 根据立体足迹形态可以推断出 凶手应该是一个身高一百七十厘米左右 体重一百四十斤左右的男性 假设王涵说的话是真的没有撒谎 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我再补充一点 根据足迹库查询结果 凶手能穿着老宝鞋 这个很普遍 在任何一家老宝用品商店 都可以买得到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 凶手很有可能 在工厂从事体力劳动 从死者的支架生物检测中 也可以看到这种方向 我们现在也只能说 这个人的嫌疑非常的大 王涵与死者的身高体重相对接近 王涵想要掐死死者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至少在他身上 应该会留下搏斗痕迹 另外呢 试检结果也显示 并没有致晕的颅脑损伤 毒物检测部门呢 也没有发现可以导致昏迷 或者死亡的药物 但我还是觉得 这个王涵的证词很可疑 要按照他说的 他跟马思思离开就没一会儿 那下个楼的功夫人就没了 我们做了现场还原 开始 是 还原穿着马思思的同款鞋往下跑 因为当时马思思的情绪比较激动 所以我们推测他是用跑的 当我们听不太到明显 还原脚步声的时候 他已经距离工厂是三十米之外的地方 以王涵的身高来算的话 他下楼的时间应该是三十秒左右 所以凶手要在三十秒以内 将马思思从距离工厂三十米的路上 拖进卢未走 时间够吧 我们做了实验 时间处处有余 开始 停 时间处处有余 二十秒左右 好 那我们继续假设王涵说的是真话 那凶手 就要在这短短的时间差之内 完成犯罪 所以就是说 凶手潜伏在芦苇丛中 找时机下手 随身带着作案工具 那就是有预谋的作案 他不是陌生人作案 也不是无差别作案 有预谋的 这得是跟马思思有多大的仇啊 如果不是跟马思思有仇呢 嗯 是跟他家人有仇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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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